这人怎么没在啊 老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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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强 李强 三年不见了啊 一个解放战争啊 都快打下来了 我说呢 说军委机关有人找我 我就知道是你小子 徐强呢 徐强 我现在领导不了了 在州府主席那儿上班呢 筹备将来的外交部 开天辟地啊 李强 跟你说句挺晚话 这林娥生了儿子 还是女儿 女儿 刚满月 你看看啊 你得感谢我 没有老牧 当年在延安弘兴饭店 请你们吃羊肉泡馍 没准啊 你小子现在还打光棍呢 干什么啊 不对吗 老牧 你是不是记错了 在延安弘兴饭店 吃那顿羊肉泡馍 是我套的银子吧 你能不能不要脸呢你 林娥凑足了钱 你小子太气交了 越来越不要脸了 我跟你说啊 林娥我已经收回来了 调了你半年前我就发去四野 他是我们总参三部的老班底 这要建国了 我这里需要他这样的骨干 你老牧现在是组织啊 非得让我们两地分局 我有什么办法 行了行了 你就忍忍吧 这要这样发展下去啊 我看要不了半年 这全中国就给拿下了 怎么样 你的部队到哪儿了 我兵团已于平均难进了 快打到湖南了 作为四野的先前兵团 和二爷会合 对付白崇禧 这就对了 我今天找你来 就谈一件事 董建昌 他也在白崇禧的下下 谁 董建昌 在黄埔的时候我就察觉到 你跟他的关系 十分特殊 他其实就是我姐夫 那就好 据我们所知 董和蒋是有矛盾的 蒋对他意志很低方 但有时候又不能不用 因为在第四季那老人中 他的影响力并不亚于张发魁 湖南存在你们四野的 进军路线上 因此 我们决定把对董建昌的工作 交给你杨立青来做 这是密码 跟他联络的方式方法都在上面 这渡江战役说打就打 做晚了 恐怕就来不及了 广州革命初期 他做过我的导师 四一二以后 没少扶持我 对我很关照 但是这么多年没见了 双方南辕北辙的 不知道还能不能说到一块去 虽然此人多变 但是我们还是要促整他起 故事 就看可是我们可能想要促整 所以我们以后 真的抓紧债 非常准备 占整天来 咱们要促整 要促整 要促整 咱们要促整 要促整 一 collar 董长官 收到一份奇怪的电报 一个叫兴隆商务公司发来的 电文上说的都是生猪生意 军统长沙寨在我司令部电训室 安了几个人 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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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台上安了两个 电话左机上也有一个 从今天起 你在特务营给我调几个可靠的人 他们的一举一动 都给我盯紧了 是 我明白 你把这份电报给重新译一下 是 是 董司令长官勋剑 自与长官在广西三军司令部 馈赠望远镜一别 亦有四年过去了 南长暴动 长官专链上一别 亦有二十二年过去了 似乎学生与您当初的分歧争论 又即将有了结果 在学生实践的同时 我解放大军 已经跨越了千里江房 并占领了南京 学生所在的部队 也正向老师所在之地逼近 再没有任何力量 能够阻挡中国革命前进的步伐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流血 和人民财产的损失 学生恳请老师 履行与我已达成的初步协议 选择有利时机 实行战场起义 国军与老师洽谈代表已在途中 学生以托代表带去详尽计划 汪汪老师审时夺势 依然做出符合国家民族大义之举 回答我 那好 现在我命令你 带着你的队伍 随我的特务营一起 去二十路师师部 把他们从共产党手里给我拉回来 这犯不到 你也厉清妄笨 跟共产党走 我董建成以为自己是个伯乐 不曾料想 自己却成了千里马的草料了 不到 四十路师 你现在都解释了 乌鲁 归阵后的颓势 老美动得太慢了 年初定的军援年底才到 数量上还不够他们许诺的一半 这也是最后的糖果了 你们没有见到 美国人是怎么低调接待伪座夫人的 仅仅是六年的时光 六年前 他们对盗房的夫人是趋之重 现在是有意给夫人难堪的 局长 请你一定转告 你们海军的贵劳总 海军一定要拿出最好的军舰和舰长 全力保障此项特殊运输任务的完成 这也关系到我们大家的未来 我明白 韩国停泊的位置 离央行越近越好 是 中央银行的储备黄金全在我这个库里面 总共有二百七十七万两 我们不管账目 只管安全摘仪 账目错了杀你的头 黄金少了一块 杀我和胡师长的头 物量不具兵 那笔黄金将是我们到台湾的立足之本 无路 就是丢了你我的命 也要把他们安全地送到台湾 是 我一辈子都没有见过这么多金色 我一辈子都没有见过这么多金色 现在 即使这样 他能成得起一个国家吗 我一辈子都没有 不得了 我去 不得了 这 这 的 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到现在才回来 早知道你在上海 你也不回家一趟 你知道家里出了多大的事吗 我连个商量的人都没有 我只能在家待两小时 我中午刚从台北飞回来 他们就把我家过去 找我谈事 你不是已经离开他们了吗 是他们找到我的 说在家里的事 家里的事 什么事啊 他们怀疑董建成搞不住 可是又抓不住他的把柄 就把我叫了过去 他们不敢找你 就是这么回事 他今天偷人送来的 他让你去长沙 你去吗 是他把我引到这条路上来的 现在 他又要决定我的后半生 我已经没有心气再随他走下去了 我主意已定 跟他分手 好 你看 秋秋已经到了解放军的文工团 看这张 是他在忠王之子里扮演了忠王妃 你看 咱们这个妹妹扮相不错呀 公众党要进城了 咱妹妹这时候演忠王之死 是提醒他们 不要再犯太平天国的历史错误 咱爹怎么样 我急着要和你商量的 就是这件事 监察院给了我两个选择 一个是广州 一个是台湾 吃晚饭的时候 我试了试咱爹的口风 咱爹说 如果共产党到了上海 他哪儿也不去 李华 这才是真正的大事 不管咱到哪儿 都不能丢下咱爹 可是上海能守得住吗 唐恩伯说上海的城防固若金汤 是常常要和声大的 都是卖狗皮膏药的 我在台北已就卖好了房子 一定得把咱爹带走 去台北 这次一条 别无选择 这次一条 杨司令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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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里边请 是 很好 那就是说一切都在掌控之中了 是吧 是这样的 但是你必须得替我提醒董长官 千万不能钓鱼倾心 就像烧开水一样 九十九度都不繁华 非一百度才行 明白 只是董长官有一事不能释怀 您的姐姐 什么意思 董长官曾经试图说服您的姐姐 让老人和孩子都迁到湖南 您的姐姐明确地拒绝了 董长官此次派我出来 想让我再去一次上海 做最后努力 我想知道 您有什么话 可烧给您的姐姐 这恐怕有些难啊 啊 这一般人很难理解我们的家庭 这牵扯到我和我姐姐 包括我哥哥这么多年了 各自地坚守吧 哪怕有一丝可能 也不会等到今天 是吧 是这样吧 对 我们各自都有不同的理念和暴露 虽然我们是一家人 也减少了家庭的重则 但我只是家庭中的意愿 不会也不应该 把自己的理念和道路 强加给对方 你说呢 刘福官 我明白 你要是有机会见到 我的姐弟和父亲 请替我转达 是我非常想念他们 刘福官 龚军已经在上海外围发起进攻 上海沦陷之时时间问题 最后一批黄金储备 十九万八千两 以及一千五百二十万亿元 今晚就要登船 海军已经调不出专用军舰 所以你要带领最可靠的船队 随传押运 不能有一点阐事 您放心 人在船在 船在国家财产在 这批黄金送到 你就不用回来了 我想我们下次见面 应该是在台北了 杨教官 你什么时候动身 快了 除了还有一批 冬药物资药运送 我还有些家事 我是家里的长子 自然有些事情需要处理 拜托你了 台北见 杨教官 我想问一句话 立青现在怎么样了 春风得意 当着军长 帅部控制这干线 正在乡无难进军 这一别 也不知道我们三七六八的兄弟 金生涵能不能再见 恐怕难了 连我这个同胞哥哥 乌龙啊 说实话 我挺羡慕你们 停车 我是杨丽人 什么 心脏病突然发作了 在哪个医院 丽人 缓过来的 好 爹 哎呀 老爷子缓过来了 老爷子缓过来了 我还没有 他怎么会突然犯上心脏病的 谁说不是呢 他本来一大早 我们一家人吃饭还好好的 这老爷子也是好好的呀 他整合着粥呢 忽然就不行了 就要晕过去了 幸亏我一把把他抱住 没睡在地上 也亏得丽华的车在啊 我们就赶紧往医院送 哎呦 哎呦 那脸 煞白煞白的 气都上不来了 可以说嘛 一个家庭 要是烦坐上是最危险的 李仁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你们都说什么了啊 李华 我 老爷子怎么会这么激动 我 还不是劝老爷子早点离开这儿吗 船器已经定下来了 后天去基隆 你知道我费了多大的功夫 才把船票弄到的 现在船票多稀罕呢 我十两黄金也换不来 可是老爷子差一点就把船票给撕了 你们跟他说这些干嘛 我不是跟你说这有我的吗 你一定是把话给说极了 哥 哥我不知道老爷子有心脏病 是啊 一块睡了这么多年 我从来就没觉得老爷子哪身体不舒服 医生说了 老爷子这回是心机梗塞 要面积再大一点 救都救不回来 我的天哪 那以后这话可千万不能再对他说了 真的可千万别说 真不能说 别人要接手 麻烦你们亲属帮个忙 跟我来 我去 我去 我们要帮他老人执意不干 挺好 我没事 死不了 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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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不能有什么事 你要是有什么事 我可活不成 别哭 有你在我身边 我高兴 搞什么 吗 哥 你说话啊 你说怎么办 我是没办法的 我呀 就是不想见到他们 我去找人 就是胎 我也要把老爷子 抬到船上去 不行 老爷子万一出什么状况 那就叫天天不赢 叫弟弟不灵 只能这样 咱能把他丢在上海 自己跑台湾去 丽华 来 来 爹 我想见我的外孙子 叫菲米莱 叫菲米莱 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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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妈 你怎么了 外公他好点了吗 吃饭了吗 去学校了吗 学校停课了 老师说上海外围就要打仗了 我 外公不在家 这个家显得空荡荡的 妈 咱们这是要搬家去台湾吗 是的 那我到了那边 还能继续上学吗 应该可以吧 咱们不是一家人去 是好几百万人一起去 那外公为什么不愿意去啊 外公是老人了 老人总是比较怀念孤独 我也不想离开上海 在我们班 去台湾的没几个 我的好朋友 他们一个也不去 妈妈 妈妈也不想去 妈妈也想留在上海 想看看 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沧桑巨饼 可是大舅不行 大舅的身份特殊 必须得去 如果大舅要去的话 外公外婆就得去 外公外婆去了 外公外婆谁照顾 咱们要一个完整的家 不是吗 妈妈一定 要知道外公 是怎么想的 外公太倔了 他怎么也不想想 他都已经七十多岁了 在这儿战火纷飞的 万一有一个三长两短 家里有人吗 刘副官 东长官急切地要您和家人 今晚就动身去长沙 一切都安排好了 什么都不用带 两个小时以后 我们就动身 所有的情况 我们在路上再谈 今晚就走 可我听说 去长沙的路 已经被共产党切断了 这您不用担心 将您和家人安全地送到长沙 是董长官与共产党方面达成的协议之一 协议 什么协议啊 杨小姐也许你不知道吧 共产党方面的负责人 就是您的弟弟 杨丽清将军 丽清 是 杨丽清将军特别交代我 要我向您 向老太爷问好 问好 是的 我以为他还有别的话 但将军只让我代为问候 昔末如今 一个好字 把什么都说到了 迟不迟疑 你们赶紧准备一下 运输车辆两个小时以后就到了 刘传后刘副官 怎么 前锋战场 战穷火急 你倒有心情 来上海逛大街来了 舅舅 杨长官 我是奉董司令长官之命 前来与小姐谈事的 我刚才明明听到你提到了杨丽清将军 怎么 你们长沙兵团和他联系上了 你们到底要干吗 临人造反 大势之下 董司令长官不能不为国家和民族着想 你倒是敢说点真话 我告诉你 我现在一个电话 就能把你们董司令长官送上断头台 董司令长官说 你们现在已经没有这个能力了 我兵团九万冠兵 上下同域 归心已定 没有人可以躺避挡车了 你们说这话太早了点吧 白重袭手中 除了董建昌还有三十四万大军 三十四万对九万 他应该知道什么后果 杨长官所言诧异 董司令长官说 我们与宫军作战 已数不得已 如果你们再鼓动我们互相残杀 杨长官清何以堪 据属下所知 杨丽清将军与长官您 还有杨小姐是同胞姐弟 董司令长官与杨小姐恩爱深重 没有任何理由 要把这相聚之喜 变成盗窃斧舵之痛 给我闭嘴 这话也是你该说的吗 你把角色弄错了 你以为你还是长官啊 属下人为言轻 但道理就是这个道理 你回去告诉董建昌 我还是懂一点称职的 要投降 让他自己去投降好了 少在这儿跟我什么零响惜玉的 装出一副 北天名人的圣人之下 打探什么人间亲情 去他的 你告诉他 他就是到了月亮上 也还是个卖华步的 行了 别说了 刘副官 谢谢你 刘副官 也谢谢你们长官那一番好命 我和我的家人不打算去长沙了 我的父亲突发心脏病 住在医院里 随时有生命危险 如果你见到丽卿 请你转告他 让他不必担心 让他不必担心 只是请他相信 他的姐姐也会做出 他自己的最后选择 就这样吧 好 你何必这样 好说好散 我也就是吓唬吓唬他 上海的物价 半年时间 就涨了八万三千倍 这种总溃败 没有人可以挽救得了 船要沉了 连船上的老鼠 都想拔腿走掉 这是定律 朕让孙夫人说着了 她说西风落叶 多大的一棵树 林柳 连一片叶子也抓不住 你去过孙夫人别墅了 她没劝你留下来 回答我 丽皇 你是不是也要抛弃我 抛弃这个家 回答我 丽皇 你那么大声干什么 爹都这样了 我能走吗 不行 你不能留下 不行 爹也不能留在这儿 我这就去招连台 丽皇 我告诉你 如果你要是想留下来 我叫我 舅舅 妈 你们巢也没用 我见过外公了 他肯定不会去台湾的 好 咪 他们我身边 我自己的母亲 我看你找个小孩 哎呀 没用 我看你 那贾磨 那贾磨 我看你 我看你 这贾磨 你 你 我看你 对你 我看你 在黑暗與黎明之間 你來不及道別 只留下不少的淚光 思念到燭光 點燃了星空 銀紅的蛛淚 混落在歷史面旁 我要飛 我要飛 像自由 像光明的天空飛翔 哪怕倒下最後的笑容 也會在歲月的長河中綻放 也會在歲月的長河中綻放 我要飛 我要飛 像自由 像光明的天空飛翔 為什麼我們總是熱淚金黃 因為我們的血會租過流淌 因為我們的血會租過流淌 為祖國流淌 為祖國流淌 導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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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